對 她發電郵過來的時候 就是現在式來的 看到她的時間 就是剛剛發生了之後 就發電郵來了 深圳那間碼碼碼 喜不喜歡按摩一些的? 嗯 都可以的 有沒有回到深圳那些案? 少回到深圳 香港就會有案 對 這間就非常出名的 因為傳聞說她去水池浸死過人 不是啊 是 所以就不停有這些事了 但是現在這次的個案 是個靈體說她應該是一個技師 叫她Don 還要簽小費 搞錯 叫Don 男人名字 Don 可以是女生 男生都可以的 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多謝女友朋友的提供 Facebook朋友可以繼續看下去 因為已經過了數 多謝她的支持 我們先聽個電話 好 這位叫 Carla Hello Carla 喂 Emman 你好 還有我們的嘉賓 工展小姐 Hello 你好 是 我今天想分享一些關於南區的一個經歷 好 我之前有Facebook來 但是今天才有機會打電話來 好 那 怎麼說好呢 因為我不可以開名的那個是哪裏 所以就說一說那裏是怎樣 好 你說 因為我以前幾年前 那我就有去參加一個舞台劇 那那個舞台劇就有一些福利機構去主辦 所以我們就會 逢是晚上的時候 就會做一個兩個月的 即是怎麼說呢 做一個兩個月的一個訓練 就是在那個福利機構做的 當時我早上就要去機場6時上班 都要下午晚上3時下班 然後到晚上6時就會去排劇 排到2時 所以那時因為太累的關係 所以容易感應到 接觸 是的 我每晚在一個福利機構就有一個排舞室 那個排舞室就有一個後門 那個後門是一些舊式的後門來的 這樣 那個後門就沒有 我們就沒有開過那個門的 但是它就有個位置鎖了 就有一把鎖在那裏 但是又不是鎖實的 但是我每一晚就差不多8、9點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人撞牆的聲音 踢球那些 即是有人撞牆踢球的聲音 就是砰砰的聲音 是的 就是砰砰的聲音 但是它又不是去到門口那裏的 總之它是 你是感覺到有東西在床上打下來 那個門口呢 其實我們沒有碰過的 我們如果去後門走的時候 即是凌晨11、12點走的時候 那就去另外一個後門 但也不會用那個後門走的 不知道為什麼 後門經過就是一個公園 這個大概是一個背景 我有一晚就受不了 因為我覺得那些矇矇的聲音 到凌晨11、12點左右 又聽到矇矇的聲音 我就忍不住跟同學問 喂,很吵 其實每天都這樣 為什麼不去投訴呢 然後呢 原來沒有一個聽到有碰碰的聲音 只有我一個聽到 然後我就問 沒有一個聽到 我就在問那些職員 因為那些職員就離開了 然後我就在早上問 原來有一個同事 就是那裡的職員 也是有一個同事 就有聽到碰碰的聲音 但是他自從聽完之後 他就只回到早上 然後晚上 即是我三點幾、六點幾回來的時候 他已經離開了 但是我只知道那個同事 才會聽到那些碰碰的聲音 但是呢 別人就叫我不要管那麼多 我總之不要開到那扇門就可以了 這樣說 我想問問你 你現在說這個碰碰的聲音 那不等於是靈體的 有可能是有些工程當中在做 是的 我本身就以為是 就是晚上那些公園 因為那裡很靜的 一到晚上 那公園是沒有人走過的 我一開始都以為 沒有想到這一點 直到有一天 我晚上又是去那裡 又是那些排舞 然後之後 我記得好像是十二點幾到一點鐘左右 那些人就走了 但是那些同學就不等我 就在外面的廳那裡等我 因為我漏了一個袋子在跳舞室那裡 然後之後 我漏了一個袋子在跳舞室 那我就回去拿 但是又沒有人陪 那我又走進去的時候 那個燈已經關掉了 那我又聽到碰碰的聲音 就是 碰碰碰碰的聲音 但是不知為何 自己很大膽 想走過去開 因為那個鎖頭 是已經開了的 是舊式那些門 那他就是鎖頭 那我就拆了鎖頭 然後打開門 一打開門 我就看到有條人 那個鎖頭 躺在很遠的距離 躺在公園底 但是我看一看 他好像沒有手腳 就是沒有手腳的 然後我突然看到有一個 好像黑色的東西想衝過來 有一塊黑色的球體的物體 就想衝過來 我立即關門 然後我就聽到碰碰 就是這樣 即是說 如果你當是靈體才算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我很害怕 我只知道 那裏真的有一個物體 想衝出來 可能每天都想 有一塊東西 好像踢球這樣 去衝出來 然後之後 就 拍了到門的牆上 然後我就關了門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說回 即是這件事 都說了給旁邊的職員 那些人聽 因為 因為他是一個 即是他是一個福利機構 但是如果有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都不是那麼好 第二天有人跟我說 都叫你不要開門 因為其實這裏 有人跳過樓 然後那些手腳 是 四散 四散 所以他就說 但是 沒有人看到 只是那個職員看過 已經是第一次了 這樣 即是他的說話 是印證到你聽到的聲音 還有畫面 是嗎 是的 但是我上網上查過 真的有這宗新聞 這樣 是的 是的 多久之前呢 應該都兩三年 三年 三年多前 那你覺得 那個球體 或者那個人 是不是每天 都想衝出來 我不知道 我懷疑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 其實我講了這麼久 其實我關門和開門 是一兩秒之間發生的 就是很快 所以我也更加不會去驗證 究竟他那一件事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 好像人頭 那個感覺 你說的福利機構 是不是南區給你多一點點位置 沒有 講了就知道 是嗎 是啊 說了就知道 但是之前有聽眾 打過來說 說那邊沒有什麼人說鬼故 我才打來 什麼意思啊 就是那個地方 沒有什麼傳聞 是的 聽眾說那邊 沒有什麼人說那裡的鬼故 但是我又不可以開名 那樣 但是就 對 你可以聽 我聽從溫的時候 去說 那邊沒有什麼人說鬼故 但是我那時候 就是這裡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情 其實南區很大的 你不介意說 香港仔華富邨 鴨利洲 海宜都可以 是不是 收勢的範圍 地鐵有的 地鐵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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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分開那條線的 喔 鴨利洲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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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是鴨利洲那邊的 但是 不可以說 那個地方只有一個地方 一找到 什麼叫那個地方 只有一個地方 你很不合和編 很多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 怎麼說 一講你就知道 因為一講就知道 在哪間 唉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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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啦 好保護證人 看看有沒有其他人知道你說哪裡 好啊 好啊 好啦好啦 不逼你 好啦 多謝你的電話 拜拜 拜拜 好鬼衰的 講點不講點 是 我都 我現在站在聽眾立場 當然想知道清楚 對不對 但是在保護他的立場上 就算了吧 開始逼他 但是我們聽鬼故 我最喜歡想知道那個地方 對不對 地方 對 因為你究竟有沒有跟他有多接近 是不是自己的家庭 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發現是自己的家庭 對 那就 很害怕 好啦 你有個個案 關於你的朋友 做 做護士 對 好 怎樣 他做過公立醫院 他之前是做疑科 但最近被人調過去 深切治療部的病房 裡面的病人 其實全部都要插口 甚至是戴陽氣罩 我相信 有住過醫院的人 都知道 或者插口的人都知道 插口其實很辛苦 那些病人 甚至是我的親人插口 他都會不停地插口出來 因為實在太辛苦了 他跟我分享 就是之前有一個伯伯 他負責看守的房間 那個伯伯因為長期插口 所以多次想把那條喉拔出來 有一次趁晚上 那些姑娘巡房的時候 他就成功把那條喉 我不知道他怎樣移出來 移了一條喉出來 那時候伯伯大概半分醒的狀態 後來很快的姑娘幫他插口 伯伯便沒事 後來過了幾天 伯伯又清醒的時候 他就問我的朋友 就說 說姑娘 我想問前幾天 是不是有人在拍戲 為什麼呢 我朋友說 當然沒有 因為醫院拍戲 其實是要申請的 而且更加不可能 在晚上拍戲 很少進入病房 真的有病人的時候拍戲 對 其實他不是病房 後來那個伯伯跟我朋友說 前幾天 他那時候 半分醒的狀態 他說看到對面 對面那個座 醫院那座 有些紅色的物體 在飄來飄去 他問是不是有特技人在拍戲 即是Dewire 對 他以為Dewire 後來我朋友知道 之後就沒有出聲 因為他知道 一定沒有可能 在寧實醫院拍戲 後來有機會 伯伯可能拔了一條喉 之後 他比較接近靈界 他的靈魂可能已經有少少出竅 其實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就是死的狀態 因為他拔了一條喉 他已經呼吸不到 暈暈地半分醒狀態 所以有機會看到 對面那座的醫院 有這些紅色 他所說的特技人在飄來飄去 但其實那些是否特技人 當然不是 有朋友跟我說 有沒有說什麼時候 可能是7月14日附近 7月14日應該沒有 不是 不是的 我覺得很大機會是因為他接近 快要臨死的狀態 才能看到這些物體 但後來能夠救回來 後來能夠救回來 因為姑娘很快就把他拆了一條喉 因為他很辛苦 他想沉死 就拔了一條喉 就是臨死的狀態 看到那些物體 不過如果大家聽到 我們節目有時候 有一些醫護界朋友 例如零師都上來 經常都說 說說病人 他們真的有機會看到這些東西 也不奇怪 偶然間好像是 你會覺得他說的話 好像很不合邏輯 但原來他們 其實已經差不多 碰到那個範圍 看到這些 可能親人來接他 之類的東西 所以一點都不奇怪 我聽到你的朋友所說 其實你有幾多朋友 可以接觸到這些個案嗎 有些有做地產 這個是我一個經理人 他以前是做地產的 他自己這樣住 因為他自己這樣住 香港的房子租比較貴 所以他選擇了一些唐樓 平平的地方 深水埔的地方 他自己住 後來他有一次晚上 因為我朋友本身很容易 有接觸到靈體的體質 而且他本身是信佛的 他一次晚上睡覺 他就發覺 有一個人在 好像想推他出去 不是被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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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到有人在推他出去 後來他經常發覺 自己在半空中 有些靈魂出竅 他確定自己不是靈魂出竅 又不是 因為聽我講 後來他就很害怕 昨天他看到門口的位置 有個人 好像想 怎樣說 好像用一些力量 拉他出去 那個人是綠色的 整個人抽出 不是靈魂 是 肉體 肉身 是肉身 真的肉身 為什麼 因為我的朋友 嚇到大喊 大喊 在動 他是 拍 他人是掉進來 整個人 掉進去 整個人 所以我不是靈魂出竅 是因為他真的感覺到跌在地上的痛 是 我之前有問我朋友 可不可以分享 他也不介意 後來他跟我說 他覺得那個不是鬼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有研究這些 他自己有這樣的體質 他說 妖魔鬼怪 其實鬼是最低層次的一種 其中一個 眾生 對 眾生 其實他覺得那個是魔 因為他有這麼大的能力 去做這件事 綠色 綠色 眾所知 其實靈體淺色 其實代表法 所謂的法力或能力 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高強 相對 那個是綠色的 其實是法力比較高強的一個 眾生 他覺得那個是魔 好像想勾他的魂出去 但我朋友可能他比較有信仰 再加上他的能量比較強 所以勾不到魂出去 但他的身體感覺到被人推出去門口 好像想送他走 當時住哪裡 住深水埗的唐樓 深水埗的唐樓 在哪一個環境 可不可以多說一點 一說就很明白 其實就是在賣電器 賣電器最多的 電子器材 附近 附近 那補賣電子器材 大家應該都實知 那裏 那裏 我先聽到電話 這位叫曾先生 Hello曾先生 Hello 你好 還有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Mary OK 有什麼分享 Hello Mary Hello Mary 你好 是 是 你講 你講 來 可以的 以前小時候 做卡拉OK 是 是 是一個 較為紅的 一個 一個 女歌手 是大巨廢 是大巨廢 那個 那個 藝圓開的 在這個黑吉道附近 大巨廢的藝圓開一間卡拉OK 是 是 即是 即是 跟劉德說好朋友的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一個 巨廢 N字頭的 蛤 你知不知道 N字頭巨廢 M M M字頭 M字頭 M媽 I love you 噢 混血那個 跟劉德說好朋友 很多人都好朋友的 哈哈哈哈 哈哈 OK 我們可以傳承開 開這些 這樣的 Hellok 那些 是 因為那些較為高級一點 不是說 普通 好像 房間 年輕人穿高 那些 即是私人派對 私人房間多一點 這樣 聽不到 即是私人的 即是私人多一點 不是太公開 是啊 那些人 要是有些闊帶 帶一些 鴨子上去 要是大哥 要是小姐上去 噢 OK OK 可以了 總之是私鬥 是啊 那 開始做鴨仔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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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有一個 半透明 但都七成透明 的 一個長頭髮女仔 就站在那裡 是 是 那我一開始 我看到她站在那裡 那我也沒有理會她 看到她站在那裡 然後 然後 我進到 我 然後進房間 我要換一些煙灰缸 那些 是 那我一進房間 就看到 咦 我又看到那個女仔 哦 又站在那裡 就看著一個男仔 是 那她又看 那我又不理她那麼多 嗯 然後我看到那個女仔 就想走到那個男仔的身旁 嗯 就可能想碰她 嗯 可能不知道怎樣呢 就她又碰不到她 然後她又退開了兩步 嗯 然後她又想回來碰她 她又碰不到她 嗯 然後又彈開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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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隔離 就是 趁開兩步這樣 然後就走到她旁邊 是 就直接不停看著那個男仔 是 是 嗯 嗯 嗯 又站在那個toilet的門口 因為那個toilet的門口是對正那間房 即是你覺得這個女生想親近男生 無論如何都親近他,想找他 意思是這樣,想等他 那件事是怎樣呢? 其實有沒有下文還是怎樣的? 有沒有下文我就不知道 因為始終我看到他,他又沒有跟我說話 他又沒有跟我有什麼say hi 只不過是看到他進了他的房間 想觸碰那個男生,觸碰了兩下也觸碰不到 那那個男生是否知道呢? 完全感覺不到的是不是? 聽不到 那個男生是不是完全感覺不到,他不知道的? 我覺得那個男生完全感覺不到就不知道 我覺得就... 好,那整件事你純粹看到一個女靈體 就想去觸碰那個男生 這樣就觸碰多少也觸碰不到 這樣是不是? 是的 哦 那這個卡拉OK走廊有沒有事件發生過的? 嗯...卡拉OK走廊我就不知道有沒有事件發生過 但是你說卡拉OK走廊門口 就有一個很大的關公爺 這很正常的 我都不明白 我都可以進去 哦,OK 即是為什麼都會有靈體存在 就是這樣是不是? 是啊 哦,好了好了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有一次 是啊,是 怎樣怎樣 還有沒有時間呢? 時間是有的 不過我希望你精簡地利用我們的時間 是啊,好啊 以前小時候就十多歲左右 讀中一中二 是 就去這個花田美林村對開的 有一個荒廢的片場 什麼名字?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的了 哦 那些同學就在裡面那裡玩 類似玩神打那些 哦 即是我們就進去很多次了 即是都 有時候進去玩一下 這樣 都只有幾棵牆在那裡 那那個同學 就在那裡 好像上昏的情況之下 那整棵牆 即是他的牆 那幾棵牆 就突然之間 就顯示了 很大幅 整棵牆 這麼大幅的 八仙公仔在那裡 即是他有能力 可以令到那幅牆 變成好像一個 播影器 看到八仙在那裡? 不是啊 不是啊 而是那個男同學 在那裡上身玩神打那段時間 哦 他上了身 突然之間 就在牆 顯示了一個 很大幅的八仙公仔 那誰顯示的 誰顯示的 我不明白 就是在牆上顯示的那些公仔 哦 OK 然後那個同學就暈了 是 是 然後我們就立即害怕 然後立即 立即 抱了他 因為 我們進去很多次 那一棵牆 都是沒有公仔 沒有童案 哦 為什麼他一上身的時候 那一棵牆 就顯示了八仙公仔 童案出現 是啊 是啊 哇 好匪夷所思 其次是否 他上身 或者有些 神 都下來了 所以他想 干擾他 這樣 這件事我不知道 我也是十四五歲 然後我們都害怕 立即 立即 抱他出去 然後打電話 找他家 來 接下来 他已經暈了 然後他病了一個月 OK 好啦 所以這些事情不要亂玩 那些神打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撞鬼 告訴你 是啊 很感謝你的分享 謝謝你 拜拜 嗯 靈異的事情 有時候都想不到 對吧 對呀 八仙也很出門 我也有八仙 不過是八仙果 八仙果 我外面的桌子有 有時候都 好啦 那麼多謝Mary 不妨礙你太久了 今晚就先聊到這麼多 好 接下來有沒有一些演藝的工作 會繼續出現 接下來都會的 接下來就會跟經理人 可能上北京 上一些節目 或者是一些內地的戲 是嗎 OK 暫時都是拍戲 還有學一下唱歌 哦 即是希望可以進軍演藝圈 都希望的 是的 大家認住他 新人不介意被人說他像誰 有一點印象 有一點印象 江欣燕2.0 江欣燕 有些人說陳玲 什麼康華 康華 是嗎 OK 希望你演藝事業一帆封信 好 謝謝 下次再上 好 待會回來之後 我們就會找到Frankie出來 同時間我會和大家看看現場的環境 究竟他這間店 周圍是什麼樣子 周圍是什麼 周圍是什麼 一清二楚 看得很清楚 而且他會解釋 如果真的有一個女人 晚上十二點幾 進來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呢 為什麼會進來呢 是不是去廁所 還是怎樣呢 我們現場 除了紫禹 我 Frankie 寶儀 還有另一個同事 他們在現場 還有兩個同事 他們很清楚 有沒有這樣的長法 經過 待會他會幫我們交代一下 好了 想看下去 依然可以上去 到admanpun.com 去透過PayPal 去付費 又或者下載我們 BickBickR的手機APP 可以購買Cons 很容易 你不用給預費 就這樣給Cons 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最後這一節 好了 和HotBass的朋友說聲 拜拜 也和國內火嘴網的角聲 拜拜 明晚再見 好 拜拜 明晚再見